凭什么大的就得让着小的?我讨厌你们! 我生活在一个偏心的家庭, 曾经我也有一个很爱我的妈妈。 七八,看看这是什么? 慢点吃,小蝉猫。 哈哈,猫爪宫第八世! 今天我们讲一个丑小鸭的故事。 直到有一天。 七八,它叫小圆子,以后就是你的妹妹了。 这一天我有了一个妹妹。 看看,妈妈给你们买了新玩具。 哇,是小风车! 先让妹妹玩。 七八,你又在淘气? 不是我。 那你不会看着点妹妹吗?摔倒了怎么办? 快看,妈妈买了你们最爱吃的零食。 太棒了! 七八,你去把妹妹叫来。 嗯,嗯,好的。 你怎么吃上了?让妹妹先吃。 七八,你干什么?园子还没吃完呢? 为什么每次我都要吃园子剩下的? 有好吃的,好玩的,都要先给她。 平时不都这样吗?你今天怎么了? 我觉得不公平,我也想吃第一口,我也想玩新买的玩具。 你是哥哥,肯定要让着妹妹呀。 又是这个理由,凭什么哥哥就一定要让着妹妹? 你太偏心了,我讨厌你们。 我讨厌你。 我讨厌你,你太偏心了。 我讨厌你。 我讨厌你。